《新空间》 我觉得《新空间》应该代表着一个对艺术特别真诚,特别热烈的追求 2005年的4月1号,我们创办这个画廊的时候 也有意选择了宇人节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 因为其实我觉得艺术特别重要的就是是否相信 然后我们在宇人节之前发出了一个聚会的这样的一个消息 几乎所有的被邀请的人他们都如约而至 就是虽然看上去像是选择了一个玩笑 但实际上我们只是当真的 我认为应该把我们自己的本来应该做的事情做得更专业 同时仅仅固守这个专业 我觉得在中国现在的这个时代至少我觉得是不够的 我觉得今天中国当代艺术的这个价值生成也好 市场策略也好 都离不开一个字,我觉得叫破圈 比如说我们现在正在做的《我爱北京新浪潮》 我们邀请了一支乐队新裤子 邀请他们的乐队成员彭磊和彭宽的作品来参加这个展览 我们也会组织一系列的放映 《新浪潮》不光是一个电影的概念 不光是一个音乐的概念 其实它也可以是一个视觉艺术的概念 甚至也可能是一个绘画的概念 这个展览本身我就希望能够邀请 就是非常多元化的艺术创作者出现在同一个现场 我觉得今天的新空间和十几年以前 刚刚初创期的新空间有很大的不一样 我觉得始终没有变的是 对这种艺术的热爱有所变化的是 我觉得我希望以一个更加成熟的姿态 来去面对这样一个事业 除了热爱以外 我也希望能够在作为画廊 它在商业实践上能够取得更加明确的成果